我們APA99W搭載全新的AFD模式 那AFD是全新的一個連續追蹤對焦功能 它就會啟動我們102個輔助對焦點 去輔助我們的19個對焦 所以它在追蹤攝影的部分會更迅速更精準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雙相位式對焦 那當我今天開啟AFD 可是呢有時候我們還會被前景所影響 像這樣子就會被前景影響 那這個時候我們相機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AFRANGE 當我開啟AFRANGE的時候 它可以設定我的最近對焦距離跟最遠對焦距離 那我可以透過後轉盤控制我的最近對焦距離 跟前轉盤控制最遠對焦距離 那它就可以在這個範圍內去鎖定我的對焦 就不會對到這個我不想對的地方 甚至像前面的懶神就對不到 那同時呢 我們當我用2400萬的畫素在拍的時候 我還可以使用每秒六張的高速連拍 甚至做到追蹤攝影 為了加強在錄影功能的使用上面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相機上面還有一個靜音旋鈕 當我按下這個靜音旋鈕的時候 它就可以直接用沒有聲音的一個旋鈕的方式 來調整我要的功能 那像我們一般預設值你可以在Menu裡面選擇你要的設定 或者是我可以多按幾秒 它就會出現不同的模式 比如說是對焦模式或者是對焦區域 甚至是耳聞的曝光補償 ISO值或測光都可以去做設定 隨便登魷力 好 I